大家好,我是阿雷 今天阿雷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把我们手头显置的电脑 打造成自己的软路由来使用 如果你能接上一个USB3.0的千兆网口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 真正的多网口的软路由的功能 如果没有USB网卡 也可以作为旁路由模式去使用 但是呢,有两个网口的话更加的方便 关于旁路由的设置呢 我已经在之前N1的设置当中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旁路由的设置的环境和一些方法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设备上面接入一个USB网卡 实现双网口软路由的设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家庭网络的这些设置 一般我们有一个光猫 现在基本上光猫路由它们是一体的 也可以作为是主路由 IP地址是192.168.1.1 然后下面的是二级路由 二级路由一般都是无线路由 我们下面可以接电脑也可以接手机 这样的话是一般的我们家庭的一个网络环境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科学上网的话 一般的情况是在我们的二级路由 或者是主路由上面使用软路由 或者是使用可以刷机成第三方固件的路由 作为我们的主路由来使用 这样的话它下面的话可以接入一些AP AP其实就是可以实现一个无线连接的一个功能 主路由设置节点以后呢 我们下面所有的设备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设置IP 就可以进行科学上网了 第一种网络环境呢 我们可以接入N1或者是旁路由的模式去使用 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多网口的软路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就像今天接入无线网卡的一样 阿雷就购买了一个这样的USB口的网卡 它是一个3.0的网卡 这个网卡呢 我们直接插在我们的笔记本上 或者是闲置的电脑上面 更适合笔记本 因为笔记本没有办法去扩展网卡 然后如果你是台式机的话 就可以买个PCIE的一个网卡 就可以进行扩展 笔记本它的一个功耗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你笔记本上面有3.0的USB接口 那直接接上这个网卡以后 就是一个千兆网络 那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程 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去做一个软路由的系统 首先呢 那我们是找到一个软路由的一个固件 累的已经现在 因为它很多插件已经下架了 使用体验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今天阿雷给大家介绍这固件 就是L大提供的OpenRRTX86的系统 并且呢 是最新版本的 2020年3月18号最新的一个固件 这个固件刷入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的就是直接刷入到U盘里边 然后插上U盘 把U盘作为一个系统盘 当做软路由来使用 这种形式呢 是最简单的 它的优势就是我们笔记本当中 硬盘里面所有的数据都不用动 我们只需要插上U盘就可以去使用了 建议的大家用USB3.0的U盘 这样读取的速度呢 会快一点 但是经过测试 2.0跟3.0 它的一个速度呢 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直接把固件刷入到我们电脑的系统盘当中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电脑就什么用都没有了 它只是一台软路由来使用 我还是建议大家直接用U盘 U盘的话 我们插上U盘 你的笔记本就是一台软路由 你直接把U盘拔掉 启动你电脑笔记本的系统 那它还可以作为一个电脑来使用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家里这个笔记本电脑 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用处配置或者很低的话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刷入到你的硬盘里边 这样的话使用起来呢会更加的方便 下面我们就直接把固件刷入到U盘里边 这种形式的比较简单一点 首先我们启动写盘工具 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把你的U盘 或者是你的内存卡加上一个读卡器都是可以的 我就是用的这种形式 踏到电脑上面 我们这边呢就会显示你的U盘的一个大小 我用的是一个4G的一个内存卡 点击这边选择我们的固件 下载完已经解压好的那个固件 然后我们选择打开 然后呢下面就是这步就是写入的一个过程 我们直接点击写入 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 写完盘以后呢 它会提示一个什么格式化之类的 直接把这些关掉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就显示一个成功写入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关掉了 然后我们拔掉你制作好的固件的U盘 然后插到我们想要制作软路由的这个设备上面 把我们制作好固件的U盘插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上面 我们看一下这笔记本电脑啊 基本上这个配置呢 没法用了现在啊 作为一个软路由来说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从U盘启动OpenWT的这个系统 然后电脑上面呢 每一个电脑呢都会有一个快捷启动键 每个电脑品牌不一样 大家可以直接在百度或者搜索里面搜索你电脑的型号 然后加上快捷启动几个字 就可以找到相应的启动方式了 然后找一根网线 一头呢接上我们想要做软路由的这个笔记本 一头呢接上我们的电脑 我们直接访问这台软路由的后台 现在我们在电脑上面进行设置一下打开我们的这个网络 如果你是温七的话 跟这差不多啊 只要你打开这个网络就可以 然后我们找到我的呃这个网卡是这一台啊是这一台 然后我们右击看一下它的属性 然后它一般呢是自动获取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给它改成一个手动获取 这边呢改成192.168.2.3啊都是可以因为你做软路由的那个是2.1啊 所以呢这个不用管它 然后这一边呢就255网关不用设置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在网址当中输入软路由的地址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呢就可以进入openwrt的软路由的后台了 它默认的是没有密码的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之后按回车键就可以进入软路由的这个后台 如果你觉得不安全的话可以直接跳转到密码页设置一个密码 我这边因为给大家去做演示我这边就不设置密码了 大家如果要是使用的话一定要设置一个这样的密码 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点 进入之后我们直接点击接口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LAN口这个LAN口呢就是我们笔记本电脑已经连接网络的LAN口 然后我们点击编辑啊 这个静态地址一定一定要选择是静态地址 如果你想把它改成一个其他的IP地址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根据你自己家庭的网络来设置啊 这个网关呢我们设置成192.168.1.1 这就是主路由的嘛 然后其他的都不需要设置了 呃 DNS你也可以直接设置成这个1.1 下面我们直接点击网络点击接口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LAN口 这个LAN口呢跟我们路由器上面的LAN口是一样的 如果你接入USB网卡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设置一个新的接口 就是WAN口 然后我们这个LAN口一般是不需要管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编辑 LAN口这边呢我们是需要设置一下的IP地址 就是你这个IP地址就是我们访问软路由的这个IP地址 你可以随意的去更改 如果你作为一个二级路由三级路由的话 是可以这样设置的 如果你作为旁路由的话 就需要给你家庭网络段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主路由是192.168.1.1 那你作为旁路由那你就可以把它设置成192.168.1 点多少多少多少 这样才可以作为旁路由 我这边呢是给大家演示的是作为一个二级路由 或者三级路由来使用的 那我这边呢就是一个独立的IP段 尤其是第三位特别重要 第三位的这个IP段你可以随意的设置 你可以设置成35100都是可以的 那网关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路由 DNS你可以设置成主路由的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不需要管达了 然后我们点击物理设置这边的一般是不需要动的 因为它默认的就是我们笔记本上面自带的那个网口 就是ETH0啊 然后我们把它作为一个LAN口来使用 同样它这个无线功能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把我们USB网卡接到我们的电脑上面 一定要选择3.0接口 现在呢我们再去新建一个WAN口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新建新接口 然后给它命运性的名叫WAN口 好然后这边呢它是一个DHCP客户端 为什么是DHCP呢 DHCP就是作为一个二级路由三级路由 我们要选择DHCP 如果你要是把它作为一个一级路由的话 我们要选择这个PPPoE 然后下面的话填入这个它的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接口我们选择的是DH1 我们选择DH1 这就是我们的USB口网卡 然后我们选择创建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如果你是作为一级路由 是需要输入账号和密码的 我这边呢是作为一个二级路由选择的就是DHCP 好现在呢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并应用 这个WAN口建立完以后呢它是没有数据的 因为我们在USB口网卡上面还没有接通我们的网线 那现在我们就从我们的主路由上面 然后拉一根网线接入到已经连接笔记本USB网卡上面 好接入之后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就会看到这边呢就会出现一个MAC的一个地址 然后包括它的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IP地址都是有的 它这边呢是主路由给它分配的一个IP地址是192.168.1.108 这个时候我们的软路由就可以进行上网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台电脑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VPN 然后有一个passwall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百度来测试一下看网络 哦可以了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台软路由就设置完成了 如果那你设置完以后呢 你这个是没有网络的 那可能就是你在烂口这边的设置的问题 这个地方一定要设置一个网关 如果你不设置网关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网络 软路由能够上网以后呢 我们的电脑不一定能够去上网 所以现在我们去设置一下我们的这台电脑 啊然后我们右击一下这个网络 然后还是把它改回自动获取IP地址 好然后点击确定 好现在呢他就重新的再获取这个网络 他还可以看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电脑是否可以正常访问网络 哦这个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是可以访问的 那现在有网络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进行添加节点了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首先呢这个passwall 这个固件呢还是做的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节点列表 好这边呢就是可以去添加节点的 然后我们这个点击这个添加 然后类型 大家可以看类型 ssssor v2ray v2ray 负载均衡 v2ray分流 broker 还有tranger 然后都是支持的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的添加一个节点 还有一种添加形式呢就是通过连接形式 比如说我们的ssor连接啊 直接粘贴进去点击添加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 如果你是订阅地址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自动更新 然后往下翻一下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开启 啊更新规则 点击开始 这规则每天晚上让它更新就行 然后我们下面添加这个节点订阅 然后我们要通过 呃开启自动订阅 然后每天也是晚上 然后我们手动订阅 然后这个就不需要管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添加 这是订阅地址的一个备注 名字可以随便写 这个是订阅地址 然后我们填写进去 然后我们点击启用 设置完以后我们点击保存并应用 点击这个手动订阅地址 好大家可以看 然后点击基础设置 然后选择我们的节点列表 好现在呢就已经添加进去了 这个机场呢 它的好处都是全部是专线 根本不过强 所以它的延迟大家可以看一下 延迟马上就会测出来 添加完节点 我们点击一个基础设置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TCP节点和UDP节点 这两个节点呢 是一个转发模式的不同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随便选择一个 然后UDP也是可以随便的去选择一个 然后这个是总开关 这个其他的不需要进行任何设置 这个默认代理模式是大陆白名单 你也可以把它设置成全局 如果你是在海外的朋友 你选择的是回国的节点 那你就选择这个回国模式 这边的话 如果你懂就设置一下 如果不懂的话 你就不要去管就行了 那现在我们点击保存并应用 一切设置完以后 我们来检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个显示是TCP运行中 UDP运行中 然后DNS也是运行中 然后我们点击百度 没问题 可以访问 点击谷歌也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点击YouTube来看一下 好是没有问题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设置完以后 毕竟我们笔记本只有两个网口 一个是USB口 一个是它自带的网口 两个网口呢还是不够用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蓝色的 这个是LAN口 我们把LAN口的另一个接口呢 接在我们路由器上面 接到路由器的LAN口也好 接到WAN口也好 如果接到WAN口的话 它就是一个路由器的模式 如果接到LAN口 这个路由器就起到了一个交换机的作用 这样的话 我们从这台路由器接出去的所有的设备 或者是这个路由器的无线信号 接入的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进行一个科学上网 这个就是多网口软路由最方便的地方 要比旁路由更简单一点 现在呢我们整个网络呢 就是互联网接入 我们随便找一个一级路由 然后到我们这个软路由 软路由这边呢我们再接一个交换机 这个交换机呢可以是一个路由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进走云的这个路由器 也可以直接把它作为交换机使用 同样它有一个无线的功能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AP去使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两方面的去使用 如果想要把京斗云单纯的作为一个AP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现在使用的什么样的固件 每个固件它设置AP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呢就不给大家去详细的介绍这个了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你路由的系统 或者是路由的牌子如何设置成AP模式 现在我们整个家庭网络的所有的设备都是通过这台软路由去上网的 所以都是可以实现科学上网的功能 到这边的话我们这台笔记本作为一个二级路由 接上一个USB网卡去使用的整个教程呢就已经到这里了 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如果想折腾的小伙伴呢可以入手一个USB网卡跟着阿雷的视频 从头到尾设置一遍基本上可以成功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看到的话就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同样如果你喜欢阿雷的视频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点击一下订阅和关注 阿雷后面更新视频的话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